东陵大不同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青东陵山川形势和陵寝布局的与众不同 青东陵它四面环山 三面傍水 中间是一片平原坦荡开阔 雍容不破 我们看在陵区的最北端 是燕山的渔脉昌瑞山 气势磅礴 主峰高高突起 两侧群峰依次跌落 就像天然的屏障 好像皇帝生前所坐过的龙椅 在陵区的中间呢 是圆巧端庄的影碧山 它如鸡四岸 可福可依 遗矮平缓 就像皇帝批阅奏章的龙书岸一样 那在陵区的最南端 一风突起风而不肥的 那是金兴山 也是青东陵的前朝山 在《风水说帖》中 曾经这样提到 说金兴山端拱正南 有持户朝天之事 就说它像一位手持护板 向北朝拜的大臣 更令人攀岸称奇的是 三座山的主峰天然的连成一条直线 没有进行任何的人工修饰 这就构成了青东陵的风水线 而孝陵神路就修建在这条风水线上 青东陵的众多陵寝 全是以这条线为中轴 为主岛被设计安排的 另外呢 在陵区的东侧 有英飞导养山 它如青龙盘卧 山尖全部向西 宛如左府 而陵区的最西侧 由于季县搭边的黄花山 山尖全部朝东 形似六臂 好像是白虎旋居 所以整个青东陵的山川形式 就像是天子临朝一般的壮观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顺治皇帝 会选择青东陵 作为万年吉地了 相传呢 在顺治十四岁的时候 来到昌瑞山主峰狩猎 环顾四周 便被这里的灵山秀水所震撼 于是下旨 此山王气聪裕 可为镇之寿宫 因此将随身佩戴的配设 向山下一帜 也正是这一帜 便开启了青东陵 长达二百四十七年之久的 营建历程 那么顺治的孝陵 就营建在昌瑞山主峰脚下 而其他帝后的陵寝呢 按辈分在他的东西两侧 一次排列开来 把我们传统的宗法理念中 居中为尊 长幼有序 尊卑有别 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那么每座皇帝陵和皇后陵 也同样修建有神陆 并且都是彼此相连的 像皇后陵的神陆 与皇帝陵的 与本朝皇帝陵的神陆所相连 而皇帝陵的神陆呢 又都与孝陵主神陆相连 代表了历代皇帝 一脉相承 开枝散叶的意思 同时也把瓜叠绵绵 统绪四成的这种理念 用建筑的手法表现出来 因此当您来到青东陵 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 就会呈现在您的眼前 在紧脆如瓶的昌瑞山下 十数座黄瓦红墙的皇家陵寝 以顺制的孝陵为中心 其他帝后陵寝在东西两侧排列开来 玉殿蓝宫金碧辉煌 苍松翠柏 葱雨雨滴 四周青山环绕 两侧碧水夹流 蓝天白云进入画面 在这里 人类的聪明才智 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水乳交融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